在五一劳动节前夕,桃源地检署各级单位出席表扬 对工作具热忱态度,学习技能积极的更生人 与现场近60名优秀更生人分享奋斗过程 职讯发展中心讲师蓝如荫也到场演说 如何成为优职员工及合卫人才两大主题 来激励更生人如何重返职场的信心 自信是生命的动力 主任官户人黄金岛说 重建更生人内心自信很重要 更生人最担心的就是求职受阻 当然,桃检光顾人士主要宗族之一就是 辅导更生人学习自力更生 从今适应社会生活开拓新人生 优秀更生人阿华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 坦承因自己过去的不成熟而入狱了九年 出狱后利用时间专研工作新技能 然而在桃检署各辅导机构的协助下 顺利的考上执照 更是一名全职专业的看护员 他说正当的工作不但找回了亲情 也找回他人的信任与私信 检察官陈志全表示 很高兴多数更生人能够找回自己 认识职场、尊重职场 并期许他们未来要多关心亲人及家庭 返回职场后 心存回馈社会的心 我们为了帮助这些假事人或缓寻中互保护管车人 跟荣誉官户人协讯会的业理事长一起合作 然后办了这个劳动节跟母亲节前夕的一个表扬 还有讲席的活动 协助他们认识职场 然后更容易投入职场 然后以后可以回馈社会 当然是希望这些更生人都能够 能够投入职场 然后回馈社会 然后来照顾这个家庭 让他们家庭更圆满 然后社会更和谐 无视节采访报道